GF1的鏡頭選擇 各位好 我們今天來簡單為各位介紹一下 有關於這個GF1的一個鏡頭選擇 那一般而言 一般人他在選擇鏡頭一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會搭載這一個20mm F1.7的一個鏡頭 那因為這個鏡是一個餅乾鏡 他比較小 那你也可以選擇這個 14-45 OIS的一個KIT鏡 但是他會稍微大一點 那 再其次 很多人他可能會以前會有這個 Olympus的一個鏡頭 比方說 40-150的一個藍鏡 或者是14-42的一個藍鏡 那這個藍鏡 你如果將韌體更新為1.3版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轉接環 然後達到這個AF 那Panasonic的轉接環是這個MA1 MA1的一個轉接環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轉接環 把這個鏡頭 接在這個機身上面 那記憶卡裡面 把它放到這個1.3版的韌體 開機之後按Play 那就可以對這兩個鏡 進行韌體的更新 那更新到1.3版之後 就可以進行這個AF 那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達到一個比較廣泛的一個焦段 你並不一定急著要去買其他的這個M43的鏡頭 比方說14-140這樣的一個長焦段的一個鏡頭 你可以先用以前這個Olympus的一個Kit鏡來先擋著 那之後呢 你如果有其他的一個鏡頭需求 你再來做其他的考量 比方說你有這個廣角端的一個需求 那現在市面上 其實它有這個7-14mm的一個超廣角的選擇 相當於傳統焦段的這個14-28的一個焦段 那這樣的話就會補這一顆14-42 它這個廣角端的不足 那達到一個更寬廣更具一個張力的一個效果 那或者你個人想要拍這個微距 或者是說拍人像 一個比較淺的景深 那你可以選這個比較長的焦段 這個是萊卡所認證的這個15mm的一個鏡頭 那它的光圈最大是達到這個F2.8 那一樣是一個定焦的一個鏡頭 那這個鏡它可以拍微距 那它也可以適合用來拍這個人像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跟這個20mm這個鏡形成一個互補 在平常時候隨身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鏡來做一個拍攝 那有其他特定長焦段比較廣泛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兩個鏡來做一個補足 那有其他微距的一個需求或者拍攝人像 你要補足這個畫面上的一個不一樣地方 你就可以用這個微距鏡 或者另外一顆這個超廣角鏡 來做一個拍攝 那這個是一個初步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就是說在一開始就可以用一個 比較經濟而實惠的一個方式 但是你的鏡頭的選擇性其實就可以很多 那整體看其實不管是G1 GH1或者是GF1 它的鏡頭選項其實到明年的時候 就大概會有超過9顆的一個原生的Micro 4.3的一個鏡頭選項 那在一個初階段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既有資源 先來玩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然後在後面再做其他的一個選擇